这里不到1.5平的空间 但是我刚才整个人可以完全躺平 而且还有32寸的大电视 搭配环绕音响 不只这样旁边连香槟杯 都已经帮你准备好 甚至还有咖啡机等等 但这里呢 其实是由休旅车打造而成 要是还有朋友来 也不用担心座位不够 触控面板按下去一键搞定 座椅就像变形金刚一样伸展开来 光是原车就很高级 要价200多万 车主大手笔再花300多万来改装 开出去不只吃喝玩乐 突然要办公小桌子也准备好 一般的轿车在前后的距离 没有像我们改的这部车 有这么宽敞 这部车诉求就是这两个椅子 是可以一键打开 优心长途旅程 周车劳顿不舒适 周旅车内部不只好看也要实用 灯光随时调整 有适合阅读的也有气氛灯光 连指纹开启的保险箱都隐藏在座位旁 车主搭配最新科技豪华改装 搭造商务休旅车还用上了最新科技 也就是VR 头套戴上去之后呢 就能任意选择你想要的 以电颜色 结合车滑感舒适感和办公的便利性 不过像这样大改特改可要注意 像是车辆大灯轮框尺寸空力套件等等 都是验车重点 车主在改车之余也要注意合法性 可别花了大钱改车 又得白花冤枉钱再改一遍 记者董欧俊旅警新北市报道